我們看第四題 現在大部分的東西都解決掉了 所以後面問題會變得相對而言容易多了 要你求AB的電壓 這個我們剛才在過程中已經求出來過 我們剛才在過程中 我們已經求出來過AB的電壓了 當然如果你現在單獨再做出擺開的話 再做一遍就好了 再做一遍就好了 你還是剛剛怎麼做的嗎 用并連電阻 用并連電流 去求并連電壓 就是剛剛在做嘛 你可以再做一次 事實上剛才我們已經過程中已經做出來過了 可愛大美女 叫做 22號不好在嗎 22號不在 11號 11號 剛才過程中已經求出來過了 60 這個我們剛才在過程中已經算出來過了 我們用并連的電阻 然後用并連的電流 去求出我們的并連的電壓 這我們剛才在過程中已經做出來過了 所以答案就叫做 60 60 60 浮特 下個說你A租之間的電阻 A租之間的電阻 你有幾個方法做 第一个方法 因为每个店主都告诉我了 我就可以用店主的并联跟串联的公司去求 第二个方法 我搜上面就是所谓的总电压 总电流总电阻 OK吗 那因为其实我们每个电压 都找到了 所以我有办法求出总电压的 然后再带总电阻的求总电阻 用这个目前还差一点点 就是他没有直接告诉我 他没有直接告诉我 我的总的电压是多少 要用前面的东西再处理一下 等一下会再问到 所以可能直接带我的电阻的并联跟串联公司比较好做 20 什么叫20 你们拿20号 不是20 25号 26 26 他今天就报第一次答案报对之后 乔特把他都报都是错的 他下面有一个对 来 总电阻 我刚才讲了 一个是用并联串联公司去算 一个就是用总电压总电流去求总电阻 OK吗 我现在用电的方法做 让你熟悉这个东西啦 因为公司已经背货了嘛 导致他的导数是避免 这样就算了 这个就是这样 第二 来 总电压就是 总电压就是 R1 R2 病人就是 AB电压 加上 R3电压 加上 R4 R5 病人电压就是 C株电压 那前面已经 知道了 我在前面的过程中就已经算出来过 我们的 R1 R2 病人的电压是60伏 刚才用病人的电阻 病人的电流 可以求出病人的电压 然后呢 我们 这是60 我做错了 这刚才 BC间的电压 刚才也求出来过30伏 他问过我的 30伏 我也求出来过了 然后呢 40伏 也是跟他刚才一样 用病人的 电阻 用病人的电流 求出病人的电压 40伏 都求出来过了 所以我已经知道 我的总电压是130伏 那总电压就是 刚才可能5安培 所以我们带进去 R2 I分之VV2 I R 我就可以求出来 是26 解决掉 好 最后一题 总电压多少 我刚才已经算出来过了 我刚才已经算出来过了 这个就是总电压 直流电源 直流电源 直流电压 总电压 我刚才已经算出来过了 刚才我已经算出来过了 所以很简单 这样换谁 换女生 换女生 女生 15号 135号 起立 13970 起立 你刚才已经算出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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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30啊 130啊 130啊 所以 答案就130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题练习 可以吗 可以 没有问题吧 没有 请写课堂练习 请写课堂练习 谢谢啊